《酱萝卜之夜》作者安房侄子,翻译彭义 冬天快要到了,天黑得早了,黄昏时稍稍走远一点,回来时天就已经相当黑了 就是这样一个黄昏,山顶茶馆的茂平正急匆匆地往山道上爬 茂平提着一个大篮子,篮子里装着三根刚从山脚下田里要来的大萝卜 东西重,风又冷,加上肚子又饿了,茂平就走得特别快 快快,他一边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一边转过山道时,突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我到那儿买点豆酱,我到那儿买点豆酱 一个走了掉的低沉的声音,从边上的林子里传了出来 茂平吃了一惊,停住了脚步 接着,他在昏暗中定睛看去,只见一个扎着布头巾,也提着篮子的大动物正慢腾腾地朝这边走过来 嗨,茂平突然冲这个动物招呼道,到什么地方去啊 黑色的动物用小眼睛瞥了茂平一眼,说 去买东西,到那儿去买点豆酱 动物胖胖的,嘴巴尖尖的,茂平一眼就认出他来了 哈哈,是野猪 可是茂平觉得奇怪,他强忍住笑问道 野猪买豆酱干什么呢 野猪胸一挺,回答说,这还用问吗,熬成豆酱,吃萝卜蘸酱啊 因为今天晚上是酱萝卜之夜啊 酱萝卜之夜,是的,今晚是所有山上的野猪集中到一起吃酱萝卜的日子 对了,你们人之间不是也常常这样做吗 像什么莫扎特之夜,布拉姆斯之夜,还有什么民间舞蹈之夜 和那是一回事,就是烧一大锅酱萝卜,一边呼呼地吹着热气吃,一边聊天的大会 是这么一回事 茂平点点头,野猪朝茂平拎着的篮子里看了一眼,说 你这萝卜可真好啊,啊,这是从田里拔出来的,我们店里正要开始做酱萝卜呢 听茂平这样回答,那头野猪扭扭捏捏地说 哦,能不能分给我们一根呢 他又说,是这么一回事,我才发现萝卜准备少了 算上我,一共要来五位伙伴,而且每一个都是能吃的主 茂平点了点头,他想,不就一根吗,就分给他吧 野猪说,要是给我们一根萝卜,就请你作为嘉宾参加今晚的大会 是吗,茂平来劲了,会场在什么地方 听他这样问,野猪一下子跳到了茂平的身边 悄悄地告诉他,酱萝卜之夜今年轮到在我家举行了 我家就在跳望台的边上,从这里往上爬,不就是跳望台吗 它边上不是有一片竹林吗,那里面有条铺满了落叶的阳长小道 一直往前走,走到头就是我家了 是一座小小的茅草房子,也许不大好找 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在门口挂一块牌子吧 茂平又点了点头,然后,他从自己的篮子里 挑出一根最粗最好的萝卜,放到了野猪的篮子里 那我晚上来,我再顺便给你带点熬好的豆酱吧 是柚子豆酱好呢,芝麻豆酱好呢,还是核桃豆酱好呢 听茂平这么一说,野猪高兴地跳了起来,核桃豆酱 说完,野猪就急急忙忙地爬上山去,一眨眼就消失在了昏暗之中 茂平回到家里,对妻子说,我马上要出去一下 野猪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晚会,叫酱萝卜之夜 妻子稍稍一惊,然后羡慕地说,多好啊 茂平和妻子在山顶上开茶馆,已经五六年了 与山上的动物们相当亲密了 梨子就曾经邀请他们去他的酒店,品尝野菜料理 茂平也曾请黄鼠狼吃过他熏制的腊肉 那么路上小心点,我等着你回来讲趣闻啊 妻子在茂平的脖子上系上了毛围巾 茂平走进厨房,捧着装着核桃豆酱的小坛子 兴奋地出了家门 凭借着手电筒的那一点光亮,茂平在漆黑的山道上走着 爬上山道,到了眺望台 果然就找到了刚才野猪说的那条林中的小道 这不是一条人走的小道,而是一条唯有动物们才能通过 勉强才能分辨出来的阳长小道 沿着这条道慢慢地爬上去,就出现了一座孤零零的房子 茂平拿手电筒照了一下,确实是一座茅草盖的房子 门口挂着一块牌子,西草山野猪 就是这里了,就是这里了 茂平松了一口气,大声地招呼道 晚上好,来了来了,想起了野猪那欢快的声音 门一下子打开了,接着,野猪那张黑脸探了出来 你真的来了,啊,请进来吧 野猪的家里点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 它的光亮把屋子映得非常清楚 正中央是一个大地炉,上面吊着一口大铁锅 炉火熊熊燃烧,从黑色的大锅里冒出热气腾腾的蒸汽 野猪请茂平坐到了大铁锅边上的座位上 一张脸兴奋得没有办法了,他一边搓着两手,一边一遍又一遍地行礼 真是谢谢你来做客,这会儿萝卜已经煮好了,就插豆酱了 你说的核桃豆酱就是这个吧 野猪恭恭敬敬地用两手伸直着茂平带来的毯子 茂平点点头,打开了毯子的盖子 是呀,这就是我们家得意的核桃豆酱 茂平正想解释一下熬制豆酱的方法 野猪已经迫不及待地把豆酱坛子接了过去 他抱着坛子说,这下我就放心了,这下我就放心了 他跳起舞来了,而且一边跳,一边把窗户一扇接一扇地打开了 茂平这才注意到,这屋子里一共有三扇窗户 因为野猪连门都打开了,屋子的四面全都打开了 冷风嗖嗖地刮了进来,没多久,屋子里就变得和原野一样了 喂喂,不冷吗?听茂平这么一说 野猪突然换成了一副严肃的面孔 请你稍稍忍受一下,我是为了邀请客人,才把窗户打开的 说完,他就跑到了南面的窗户前面 把双手拢成一个喇叭形,用大的吓人的声音招呼起来 月牙山的野猪哟,已经准备好了呀 然后,他啪地关上了南面的窗户,这回跑到了西面的窗户跟前 招呼道,黄昏山的野猪哟,已经准备好了呀 接着,他啪地关上了西面的窗户,移到了北面的门前面 北森山的野猪哟,已经准备好了呀 随后,他把头从东面的窗口伸了出去,喊道 日出山的野猪哟,已经准备好了呀 最后,野猪趴地关上东面的窗户,跑到地炉边上,搓着两手叫道 啊,好冷好冷好冷,叫个朋友也很辛苦呢 猫平瞪圆了眼睛,看着这一切,吃惊地说 从相当远的地方招呼朋友呢 野猪得意地点点头说道,一座山只叫了一位代表 可是那也太远了,再怎么说,月牙山也好,黄昏山也好 就是现在出发,今天晚上也赶不到吧 这就是野猪过人的地方了 猫平,野猪啊,漆黑的身子就是在漆黑的夜里才跑得快 而且,作为代表的野猪,全都有不头巾 如果再用头巾裹住头,从那座山到这座山 不过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你看,有谁已经到了 野猪朝门口看去,可不是 门一下子被推开了 一头头上裹着白头巾的大野猪站在那里 晚上好,我是月牙山的野猪 来客闷声闷气地寒暄道 请进请进,西草山的野猪把客人让进了屋里 不一会儿,又响起了敲门声,又一位客人到了 晚上好,我是日树山的野猪 一只头上野裹着白头巾的野猪一边说,一边慢腾腾地走了进来 这样,算上冒屏,已经有三位客人了 可是,另外两个却不见影子 怎么这么晚呢?北森山和黄昏山怎么了? 日树山的野猪一边把两手伸到地炉上,一边说 西草山的野猪一边准备盘子和筷子,一边说 是不是感冒了? 月牙山的野猪取下裹住头的头巾,抚平了皱纹 又添上了一句,所以天一冷就不行了 去年,前年,不是都缺席了吗? 这样看起来,北森山和黄昏山的野猪像是不会来了 于是,酱萝卜之夜终于开始了 它们围坐在四方形的地炉边上 正面是茂平,它的右面是月牙山的野猪 左面是日出山的野猪 西草山的野猪坐在离门口最近的位置上 西草山的野猪因为是今天晚上的东道主 所以就格外的劳神 地盘子,分筷子,往地炉里加柴火 还不时用筷子捅一捅萝卜 来,吃吧吃吧,今晚有好吃的核桃豆酱啊 这时,茂平故意咳嗽了一声 西草山的野猪这才想了起来 连忙把茂平介绍给其他的野猪 这位是山顶茶馆的茂平 今天晚上特地为我们的大会赠送了一根上好的大萝卜和核桃豆酱 茂平微微地行了个礼 野猪来客门齐声说 谢谢,谢谢 白色的热气从地炉的大锅里冒了出来 来来,别客气,快吃吧 西草山的野猪话音未落 月牙山和日出山的野猪就兴奋地操起了筷子 茂平也拿起了筷子 从锅里夹起了一块萝卜 他吃了一惊 这萝卜块也太厚了 简直就像个树桩子 这也太大了 简直没法吃 听茂平这么一说 他边上的月牙山野猪 露出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 说,不大不大 不切这么大 就不会冒出这么多的热气了 热气? 是的,热气 酱萝卜大会最重要的就是这热气 是吗? 茂平朝酱萝卜的锅里仔细瞅去 还别说 还真的在不停地冒着热气 该不是炉火太旺的缘故吧 要不就是这口锅特别大的缘故吧 热气不停地冒出来 又白又浓 连坐在对面的野猪的脸都看不清楚了 月牙山的野猪得意地接着说 茂平 野猪做的酱萝卜可不一般有 这热气好极了 你如果盯着这热气看 心就会变得温暖起来 什么悲伤的事呀 烦恼的事呀 都会忘得一干二净 就因为这个 我们才做酱萝卜的 是呀是呀 热气对面的西草山野猪说 前年 我老伴死了 我悲伤得连觉都睡不着 整天闷在家里不出去 后来 朋友们来了 在这里为我煮了一大锅酱萝卜 我盯着那热气 看到热气中有一只白鸟飞了起来 那只鸟又白又大 就像是我那死去的妻子的灵魂啊 白鸟张开翅膀 一边轻轻地飞 一边对我说 不要再伤心了 多吃饭 晚上好好睡一觉 知道了知道了 我对白鸟说 然后白鸟一下子飞上了天 不 是飞上天花板 不见了 从那以后 我就又振作起来 夜里也睡觉了 饭也能吃了 西草山野猪在萝卜上 涂满了核桃豆酱 大口地吃了起来 啊 猫瓶感动了 盯住了酱萝卜的热气 他想 说不定自己也会看到什么 这时 旁边的日出山野猪轻声说 看到白色的花了吗 猫瓶眯封起眼睛 目不转睛地盯着热气 啊 真的呀 热气中真的 绽开了一朵大百合花 白色的百合摇晃着 是一朵温馨 而又清新 梦一般的花 一直盯着他看 还会听到山谷里的水声 听到山灸的叫声 甚至还飘来了一股 淡淡的百合花的花香 真好 心情变得温馨起来了 猫瓶咕咚道 是吗 我一看到他 心中就充满了幻想 日出山的野猪说 我一看到百合花 就想起了百合的根 我也是 对面的西草山野猪说 我也想起了百合的根 月牙山的野猪说 然后 三头野猪一口同声地说 那真好吃啊 说完 三头野猪就那么出神地望着热气中的百合花 还是日出山的野猪先开了口 不过 那是开在悬崖上的花 太危险了 是绝对不能去吃的花 所以 我的心中才充满了幻想 嘴里全是口水啊 日出山野猪脸上露出遗憾的神色 大口地吃着萝卜 月牙山野猪从刚才开始 就竟吃核桃酱了 他用舌头在嘴里舔了一圈 说 不过 在百合花上面能不能看到云呢 云 日出山野猪探出身子 西草山野猪也探出身子 云啊 茂平也目不转睛地盯着热气 于是 哎呀 真的看到云了 那是浮在夏天大山的悬崖上的白云 多好啊 茂平与三头野猪一口同声地鼓弄道 要是身体能变轻 像云一样在天上飘 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那可绝了 这和用头巾裹住头往山上跑 哪一个好呢 嗯 都好 黄昏时在山上追着白色的满月跑 也很开心呢 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上次我在山里一跑 后面还跟了一大群白蝴蝶呢 一边这样说 月牙山野猪一边把手伸进了热气里 抓起了一块大萝卜 想不到 热气冻了起来 热气中出现了一群白蝴蝶 百合花和云都不见了 锅上的白蝴蝶像落花一样 飘飘洋洋 见其他野猪点头 月牙山野猪又出神地眯起眼睛继续说了下去 那是春天 我越是跑 后面蝴蝶的树木越是多 我简直被包围了 眼睛也睁不开了 嘴也张不开了 最后连跑都跑不了了 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这下蝴蝶笑了 什么 蝴蝶笑了 是 笑了 嘿 什么样的声音呢 像小铃铛一样的声音 好多小铃铛发出的叮铃叮铃的声音 那声音太美了 我就这样闭上了眼睛 于是 茂平和另外两头野猪 也学着他的样子 闭上了眼睛 怎么回事呢 热气中真的响起了蝴蝶的笑声 叮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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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小玻璃球相撞发出的声音 有点像星星的碎片掉落的声音 真好听 茂平说 三头野猪也一口同声地说 真好听 这回 盖日出山野猪说了 不久前 我在山上跑的时候 背后追上来一阵风 果然是下雪了 雪花在风中捂着 真的就像白蝴蝶一样 大伙连连点头 接着 睁开眼睛一看 热气中刮起了暴风雪 用头巾裹住头 在暴风雪中跑 别提有多好了 风呼呼地吹着 雪斜斜地飘着 我一个劲地跑呀跑呀 从日出山跑到北森山 连身体都变白了 到了北森山 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头野猪似的 那是当然了 大伙一起点了点头 这时 有点冷了 像是起风了 下雪了吧 一边说 西草山野猪一边站了起来 打开东面的窗户一看 怎么了呢 窗外落下了一片片白色的东西 这是第一场雪啊 野猪们说 而这时 不知为什么 茂平已经看得呆住了 黑暗的山上 激下来的雪 那么静 那么美 那么 酱萝卜就吃到这里吧 要不要再吃点 填饱肚子的东西 西草山野猪兴高采烈地说 茂平这才发现 锅里已经空了 核桃豆酱也吃了个精光 西草山野猪收拾好大锅 从屋角的一个橱柜里 拿出来四块年糕 年糕大的惊人 足有明芯片那么大 他们用地炉火烤了 再加上点紫菜 黄豆粉和芝麻 吃了下去 一块年糕下肚 肚子就已经饱了 肚子这下沉甸甸的 有劲儿了 茂平今晚就住在这里吧 西草山野猪说 住在这里吧 住在这里吧 月牙山野猪也插嘴说 外面又冷又下着雪 日出山野猪也说 看上去 大伙好像今晚都准备住在这里似的 不过 茂平还是惦记着家里 就说 谢谢你们了 今天晚上我还是回家吧 他一站起来 西草山野猪就把自己的头巾借给了他 那你就系上他吧 茂平一惊 这么重要的头巾 西草山野猪说 请明天还给我 用他裹住头 你就暖和了 谢谢 那就借给我吧 茂平系上了野猪的不头巾 在下巴上紧紧的打了一个截 走出屋外 刮着风 雪在眼前漫天飞舞 茂平打开了手电筒 被手电筒那圆形的光束一照 雪花看上去 还真像是一群白色的蝴蝶 茂平在落了雪的小道上 试着跑了起来 矮竹沙沙地叫着 他觉得自己在黑暗中 变成了一头黑色的野兽 他觉得自己的腿比往常要轻得多 也要快得多 是因为裹住了头 还是因为吃了那块大年糕呢 这样想着想着 茂平一口气就跑到了家里 感谢耳环